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时间为了要无奉接轨 让国家能够继续前进 我们进行一连串的交接工作 只要我们团结 全力以赴 我们一定可以克服种种的难关 准总统赖清德将于520就任 内阁名单已陆续公布 其中讨论度最大的 就是外交部长吴钊燮 也将接任国安会秘书长一职 而外交部长的位置 则拥有独派色彩的 现任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来填补 国防外交的这个部分 好像用的人都比较 比较 比如说以吴钊燮来讲 国安系统 他是比较偏硬的 就比较战狼派的 所以我觉得我会对两岸的关系 能不能变好感到悲观 我们也要告诉中国的政府 欺负善良的台湾 不会让中国复兴为大 阁源们都是支持的 但是好像到了国安系统就不支持 所以我市场比较担心两岸是担心这样 就是说阁源看起来都是open的 但是怕到了吴钊燮手上 就又不一样 第三波的阁源人士公布记者会 但是这两天提出来一些财经部分的内阁 我个人倒是觉得不错 内阁阁源看起来都有产业界的经验 然后当然有的有学界 一直以来都面临了五缺 不管是缺水缺电缺劳工 这些一直以来产业界的声音 我们希望新的财经内阁的声音也会有听到 告诉全世界 在民主与威权之间 我们选择站在民主的这一边 赖总统以及赖总统的团队 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局限 跟一些潜在的风险 就是一般人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两岸的稳定 赖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之后 他如何能够让国际社会能够相信 他是一个有能力去稳定两岸关系的一个总统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文人部长这个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说这个文人部长 是不是能够跟国军有很好的一个互动 能够有效地去领导国军 这个是未来顾立雄部长 他可能要面对到最大的一个挑战 赖清德内阁在就任前 先喊出AI内阁的愿景 主旨是行动与创新 尤其以稳定供电为首要目标 但讽刺的是 话音刚落不久 就发生全台多起无预警停电的事故 民进党主张飞和 2050年要达到静零探牌的能源政策 也再一次受到考验 我是当然是期待说 他有这些从产业界来的人才 可以真的把经济带起来 但是回头来看经济要带起来 你这些五缺问题都要解决 那这个确定的问题就因为民党人员政策错误 那他们到底 赖清德到底敢不敢勇敢的面对 敢不敢承认他自己的错误 如果不行只是一直用口号在掩盖 赖清德内阁大致运多半是当初辅佐赖清德 竞选总统之位的核心成员 包含卓榮泰 郑立军 林嘉隆等人都将接任要职 其中卓榮泰扛下行政院长大旗 但因缺乏地方行政历练 被外界质疑能力是否足以担此重任 卓榮泰他的常数就在于说 他是调和定乃然后协调性的 那是比较符合说现在在立法院是三党不过半的 这一个状态 三党不过半那行政院有一些预算法案 政策要通过的话 那也就是必须要跟在野党做沟通 那其实卓院长他朋友比较多敌人比较少 那透过他这个过去的与人为善的 这个比较好的一些人脉关系 那可以顺利让这个法案预算能够通过 你要给人家一个观察期 那人家就还没有开始做就先唱出来 我觉得也不好 就是说你至少先做 那520先做 你做了几个月之后 那你如果觉得说他真的做得不好的话 那不用再来讲 我们自己这个民进党也会有意见 为客观推进国政赖清德当选总统后 便宣布退出新潮流派系 但外界担忧退出只是一个象征 暗流人在信赖将独大 恐怕提新政治埋下隐患 所谓的退出应该也不是退出 就是说因为新潮流固定的立会 做决策等等 那你现在当总统了以后 你要新潮流来做决定 然后你来执行 输不过去嘛 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自营当总统啊 那当然重要的不会是要分自己人嘛 坦白讲啊 我看起来是觉得说 你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不是天下在打假的吗 那小英呢 他是拼装车啊 他有所谓的音隙吗 他们用的人会比小英 比马英九 或者是比这个阿扁不好吗 我们坦白讲说不上来 因为第一个民进党本身的这个体制 它就一直是派系共治 那赖清德有没有可能去打破这样子一个体制 我认为这个目前还看不到这样子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在现有的结构下 他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端出让人民满意的一个市政成绩单 那未来他也没有办法去扩张他的版本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内阁来讲 就是亮眼的人选不是非常多 那也看到很多所谓的这个蔡政府时代的面孔 所以在国安的这个层次来讲 我觉得能够维持蔡总统时代的这个表现 我觉得应该就是算很好的结果 那但是在其他的领域 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有一些专业性但可能政治性不足 这些不管是总统本人行政院长 他能不能够发挥有效的政治领导 能够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 我想这些都是在过去来讲 有些人认为赖总统本人可能比较清晰 而他需要在未来的这个团队里就去大大补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